風雨影響也是相當的大的 除了今天 明天兩天 北部東半部的雨勢之外 那明後兩天 東北激風增強 風力還會再增大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回到颱風動態的部分 那颱風的位置的目前 是在我們鵝蘭比南方 大約兩百九十公里的海面上 那持續的朝偏西的方向 往東沙島的海面來移動 那所以對我們的巴士海峽 東沙島海面已經構成威脅 所以請這一代的航行作業船隻 一定要有嚴加的戒備 那颱風強度的部分 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是每秒二十五公尺 那暴風半徑是一百五十公里 那隨著它偏西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預計它的強度會再稍微的增強 那半徑也會再增大 那這點也請大家特別的注意 那影響最大的就是風跟雨 那我們首先從雨勢上來看 從雨量觀測的部分 這是從昨天的零時到現在的雨勢 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雨勢 還是集中在我們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那特別是新竹以北的山區 還有宜蘭的山區 雨勢更是明顯 從我們的雨勢的排行上來看 那最從昨天到現在最大的雨量 出現在臺北市的晴天岡 那累積雨量到八點三十分 是七百五十四毫米 另外在宜蘭大同鄉的熱水分校 它的累積雨量到六百五十八的毫米 那另外的話在新北跟新竹的山區 累積雨量又來到三百五十毫米以上 這些都是雨量比較大 比較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現在的現況上來看 我們來看我們現在的雨量 從雷達回波圖上來看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那目前呢 其實全臺都攏在在比較廣大的雲帶當中 那特別是我們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雨勢上來講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那其他地方來說 也有比較間歇性的雨勢發生 那從未來的預報上來看 從未來的預報上來看的話 我們預計呢 未來它的雨量上來看 還是會比較 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 OK 好 從定量降水預報的趨勢上來看 我們今天的雨勢呢 其實比較集中在我們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就是今天受到環流的影響 我們比較集中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特別是大臺北 宜蘭跟花蓮 雨勢上來說還是會比較明顯的 那隨著颱風往七的天溪的方向上來移動 我們會看到雨勢會比較集中在大臺 雨勢會比較集中在我們的 雨勢會比較集中在我們的大臺北跟我們的宜蘭這邊的地區 是未來雨量比較多的地方 那下一張 好 那除了 對不起 我們回到二四小時的雨量的部分 因此未來我們看到我們比較多的雨量 二四小時累積雨量的部分 其實比較偏向在我們的北部 東半部跟東南部的山區 都有可能有局部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那特別是在我們的東北部的山區 未來可能有大好雨以上的雨似的發生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邊雨量上來講是比較大的 那回到我們風力的部分 好 從強風的預測圖上來看 今天受到颱風外圍環流以及東北季風的影響 可以看到我們比較大的風力 所以還是會集中在我們的臺灣海峽跟我們的恆春 霸島這一帶 我們預計在雲林以北 恆春半島跟外島的部分 在今天就容易出現九到十級的強陣風 那甚至在藍嶼 容易有十到十一級以上強陣風發生 那到了明後兩天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颱風 雖然逐漸的移到東沙島海面附近 但是東北季風會增強 所以海面上的風力還會增大 那我們預計在我們的中部沿海的地區 以及外島容易有十一到十二級左右的強陣風出現 請大家注意颱風 明天雖然到了東沙島海面 距離上來的比較遠 但是明後兩天的風力是增大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最後回到我們的總結上的部分 我們總結的部分 我們提醒大家 禮拜天就今明兩天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跟東北季風的雙重影響之下 雨勢是最明顯的 那北部東半部是我們主要降雨的區域 特別是雙北花蓮跟陶竹的山區 會有豪雨的 會有豪雨的雨勢 那在我們的東北部 特別是山區的部分 可能出現大豪雨 甚至大豪雨上等級的雨勢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另外明後兩天颱風 雖然說逐漸的進入東沙島海面 但是我們的東北季風會增強 所以明天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風力的影響會最大 我們中部沿海跟蓬蓬金 馬祖及恆春半島可能來到十億級以上的強震風 另外在我們的臺南以北跟東半部 也有可能出現八到九級以上的強震風 那這點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這節記者會颱風最新的動態內容